意外 桃源市中立区龙昌里文化新城 一栋施工中的三楼透天阴架 疑似阴架没有绑牢 30号上午在一阵强风吹过 整片阴架就伴随着电线倾倒 倒向了对面的民宅 摇摇欲坠悬在半空中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不过半岛的阴架也让居民吓了一大跳 前方路口上空弯曲横躺着阴架 这可不是什么新建工程 而是应该直挺挺的透天错阴架 现在悬空在半空中 仔细一看下方就是变电箱 摇摇欲坠的模样 让现场的所有人捏拔冷汗 施工单位赶紧封闭路口 就怕继续倾倒 他倒下来之后有没有人有受伤 没有 只有靠到这边 对面的墙地已经倒过来 桃源市中立区龙昌里文化新城 大部分的房子已经盖了超过三四十年 最近有住户整修老房子 在施工拉皮的三楼透天错阴架 30号上午一次没有绑牢固定 一阵强风袭来 竟然整片阴架伴随着电线 倒向对面民宅 里长立刻通知台电协助断电 幸好阴架没有解体 也没有跌落到地面 造成伤亡或车辆损害 而事发第一时间 劳动检察处也派员前往现场 要来厘清发生原因 并且追究责任归属 记者林书强 桃源采访报道 警方